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我們《望向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2月3日 首先這裡有紐西蘭的二德台陽 大家好 我是家產生的 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望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情經濟反攬炒》的訊息 傳揚出去 好了 先那一輪我們幾天之前我們提過 新西蘭對澳洲就說 不如不要跟中國搞這麼大了 你應該向他善言相勸 都算是一個朋友、朋友、五眼 你其實你應該要對中國 你要給尊重中國這個國家 你不要說這麼多廢話 可以不可以呢? 這樣你才有機會重修舊好 這樣說 那說完之後 現在澳洲竟然一點都不認情 不給面子啊 是啊 他現在怎樣拔開轉頭 他現在怎樣拔開轉頭 拔開轉頭 上次就是新西蘭貿易部長 Damien O'Connor 向澳洲那邊建議 希望你們大家說少一點用詞就輕一點 不要太大的對抗性 大家坐下喝口茶吃個包 談好他 慢慢慢慢呢 大家的關係就會轉好了 他講完之後呢 就被人噴了幾天 其實是被澳洲不停的拿來撩啊 消費他 消費他啦 是啊 就是覺得啊 你們澳洲呢 不是 你們新西蘭呢 這麼小的國家 而且啊 又沒有什麼軍隊的 軍隊的開支呢 只是佔全國的那1% 這麼少開支 根本你們啊 和中國啊 實力啊 是相當之懸殊的 那當然啦 你當然要啊 但是契弟也要討好中國啦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們澳洲就不同的 我們澳洲呢 就和新西蘭呢 根本都不同級數 就當然啦 我們就不會啊 好像新西蘭那樣 好像 好像藝人那樣低聲客氣的 哈哈 這麼囂張 就是你講完講啊 你可以 你不用說到這麼囂張而已 我提醒那句 是啊 是啊 它是沒有 就是 串了幾天啦 都是這麼串的 那這位啊 澳洲的總理啦 網里森啦 又 又找了記者來採訪他啊 那麼他又再講到 新西蘭的關係啊 好啦 他就說 新西蘭呢 就應該和我們澳大利亞 大家應該 坐滿一條船 大家 要保持同一陣線的 我們應該要啊 對中國保持這個警惕 不要為了兩個臭錢 而向他低聲下氣那樣的 哈 雖然 我都對新西蘭的選擇呢 是表示尊重的 不過呢 你們這樣做呢 就對我們這個 對我們這個西方社會啊 就不是那麼好啦 哈 我們希望啊 我們應該要 我們整個西方社會 都要啊 統一陣線 大家都要啊 不可以向中國 啊 低聲下氣 應該要對中國 保持這個警惕的 基本上啊 這傢伙是 我相信由於 他見到自己 就是之前有一節我們提過 阿珍BC提過啊 他的民望開始下跌 支持率開始下跌 雖然仍然佔上風 而且 未來應該有大選 那麼他要做勢呢 搞一些非有即敵的政策 是啊 現在就這幾天啊 猛金就借這個新西蘭來消費啦 那為什麼會 對新西蘭經常借它來講呢 所以主要原因是 新西蘭在上個星期啊 就和中國就 在這個自由貿易協定上面啊 再簽多一樣 是一個升級版的 那升級了呢 就是大家 大家在中國和新西蘭 那個貿易的那個深度啊 就更加 就是更加 穩固了 穩固了 是的 是的 就是 現在就就是 那種就酸流流啦 這個壞公 蛤 你出賣兄弟 蛤 你不過是一個小國 我隔壁一個小國來的 竟然出賣我 沒有辦法的 但是 澳洲損失的龍蝦生意呢 就被澳洲 搶了一大部分了 本來過去那一年 過去那一年在疫情底下呢 經濟沒有一個國家好 但是誰知道在過去 所以新西蘭的第四季啊 經濟的表現啊 是錄得強勁增長的 尤其是這個龍蝦葉 捕魚葉 這個真是漁人得利啊 真是漁人得利啊 龍蝦文得利啊 那就該死 誰叫你搞這樣的事呢 好人好者 聊事鬥非 人家其實 給好東西 可能對於澳洲眼裡看 就是說 這個新西蘭呢 做了我的龍蝦市場 現在黎潤我說 叫過你的啦 不要那麼囂張嘛 侮辱別人中國 人家其實很容易華為的 穿金拜銀的跟他說 這時候就發難詐了 其實整件事 很明顯了 不過由 由Mollison 惡摩這個人 看一看 這麼惡的Mollison 可以看到他們 老外他們想的事情 始終都是說 意識形態是很重要的 大家是民主國家很重要的 現在真的是發窮 其實是不窮的 這個國家始終都是 澳洲你說它窮嗎 它其實不窮的 只不過是過去這兩三年 跟中國的關係搞得很差 大家雙邊的貿易就持續下跌 尤其是去年的下跌幅度 可以說是斷崖式的下滑 這個是政治原因 導致出現這樣的問題而已 其實政治問題 照道理應該是政治 就可以解決的了 但是這位澳洲的總理 Mollison、莫里森 看來就沒什麼興趣了 他們始終都是認為 我們這個澳洲的國家 我們的外交政策是非常之好的 我不會像你們那樣 新西蘭那樣的 喜歡沒有骨氣 喜歡沒有骨氣 喜歡就轉到這邊 喜歡就轉到這邊 喜歡就轉到我這邊 難道我要每天 好像拿銀仔 集工事來決定我們的外交政策嗎 不可以這樣嘛 還要這樣說 真是脆弱 不過也都可以看到 其實老外他們 現在有些人竟然說 黎智英是有份搞壞這個緬甸 令到緬甸軍事政變的黑手 這件事其實也可以看到是瘋狂的 因為在老外眼中 你在一個民主社會國家 就等於跟我一樣信了同一種宗教 他是斷斷不會支持 一個人去推翻民選總統的白痴 如果一路來看 看下來是不會的 我沒有見過 至少 如果有的麻煩 有網友 有正年 緬甸發生一些變化 都可以拉肥佬黎下水 那些人 但是肥佬黎是美國的 無論如何它是跟美國有關 你暗示肥佬黎是受美國指使 推翻緬甸軍政 緬甸的民主政 這件事是不適合美國的利益和邏輯的 說出來其實是得一口思維 我是完全不明白 扭頭了 扭頭了 說回由Morrison可以看到他們的思維 民主社會的人應該站在一起 是的 但是現在是做生意了 我身為一個國家領袖 我當然以人民福祉為先 人民福祉大家有飯吃 有飯開就好了 我真的完全 這一次是Morrison發窮惡而已 Morrison發窮惡而已 我可以這樣說 或者找一個人出氣袋就罵一下 他罵了整個星期的了 他罵了整個星期的了 嘩 其實他是 他罵是罵紐西蘭 其實就是罵回 分分鐘黨裡面的人都召喚他 你好了 妨礙我找食 那些商家佬 向他那些議員說 喂你這個老總做什麼的 你再這樣我不投你了 現在於是就經常吵他 他這個人是很懂得出口轉內銷 都可以這樣說的 每次都是 過去這幾天都是紙桑罵壞 經常就拔到新西蘭來罵他 另外他也都表現出 很想和中國進行磋商的 希望我們可以努力解決好這個 在外交和經濟上的困難 而且也都不停地和中國接觸 希望重新去建立那個關係 可以避免這個長期的爭端的 他也都說美國總統拜登 會為世界未來的地緣政治 帶來一個可預見的基調 也都重新回澳大利亞的任務 希望中澳關係符合大家國家的主權利益 事實上過去那個禮拜 澳洲都有不停地希望和中方接觸的 而且還寫過信給中方 封信到現在為止 都是處於一個已讀不回的狀態 真慘 最初人家叫你不要亂搞你就亂搞了 所以中國政府都心死了 我說要投資你又不讓我投資 就找些東西阻撓著人 是的 其實是忍了很久 忍了很久了 還有你自從去年年初 就被澳洲政府狂噴 這個澳洲總理Morrison 就狂噴他 我們要發起這個獨立的調查 調查這個19病毒的源頭 你講這些東西其實就是劍指中國的 為什麼不調查澳洲呢 為什麼不調查其他國家呢 只是調查中國的呢 中國不是說不讓你調查 其實現在在世衛已經派了一隊人 在中國調查中的 在武漢那裡周圍走 周圍做訪問 周圍看 其實可以看到中國不是說不可以調查 而是這幫傢伙 尤其是澳洲這個國家 就借這件事不停的說 不停的炒作 說到過去的疫情全部都是中國的錯 他跟特朗普兩個就唱相簧 特朗普是多麼可惡的人 大家都知道了 他跟Morrison這兩個 兩個經常就在成年 唱了相簧 唱了成年 你這樣搞法啊 每個人都很討厭 是不是啊 每個人都覺得他真是這麼壞的 也有的 很理想現在特朗普走了 你還是這樣的 就是這個Morrison 如果我是中國人 我都不理他啦 每個人都不騷擾他啦 是不是啊 而且昨天汪文斌先生啊 中國的發言人 外交部發言人都說了 你美國有沒有 你講到我這樣了 你美國有沒有派人來呢 去你美國那裏查你的那些 十九 好像我們那樣 直接拔掉他 沒有的 沒有啊 只有你說我沒有我告訴你 我現在就告訴你 我歡迎所有人來 是你了 其實中國一直不想 一直有一點抗拒 甚至被世衛說 喂 幫幫忙啊 那麼他都說了 後來世衛說 我們不是要來怪責你 其實就是怕了你那些人 來這裡砌我生豬肉 因為很討厭 大家都見過了 實在是太多這些砌生豬肉的事件 所以中國後來現在就說 喂 你過來什麼呢 你有沒有給人過來呢 我現在給了那些人過來看了 這樣講 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你阿摩律神還在亂講 你個鬧夜 你個魔總 不過這個澳洲和中國的關係呢 我個人認為新西蘭都是 不要理他們這麼多了 有錢就靜雞雞地賺就算了 新西蘭的角色一來 它那個五眼的聯盟呢 你照到你本身在外交上就已經站在同一陣線 而新西蘭想做一下和事佬呢 本身就應該都不是這麼合適的了 因為你跟澳洲是一個同盟關係 你說想因為做和事佬呢 就難一些了 不過又有另一個國家呢 就更加適合做和事佬的 就是這個新加坡 新加坡呢 都做過很多次和事佬的了 而且它也都很願意做的了 甚至乎北韓和美國的領導人 的見面都是在新加坡那裡搞的 很久之前就算在中國國內的事佬 中國這個的和台灣領導人 也都在新加坡舉行過集碼會 要做和事佬呢 其實應該搞給新加坡做會好些了 好過找新西蘭做的 新西蘭你說 因為始終都是 它們一個五眼聯盟的關係 就並不是太適合了 所以有時... 中國是有避忌的 因為它是很害怕你 不是害怕 是有避忌的 因為你不會能夠完全中立 而且我不知道你有的事做和事佬 這些東西很壞的嘛 你萬一站在對家那裡 要大家信服的人才可以的 不過紐西蘭 你也盡了責任的了 而且現在呢 它是這樣分析的 紐西蘭有一個紅心壯志 就想為這個世界的財核 做一個和事佬 說拜登政府呢 都對於新西蘭這個角色呢 都暗暗點頭 等於找加拿大出來 有時做道德高地的東西一樣 就找這個新西蘭來做 那種情況是一樣的 我們講過加拿大永遠都是幫美國 做了一些外交先行者 拿一個道德高地 然後就召集人 美國最後就拿著一些大旗做盟主 那些壞事的操作 新西蘭現在都是做同樣的東西 不過你澳洲又不肯了 那沒辦法的 摸摸總這些 是啊 不過你現在來看 澳洲的選擇是立刻不拖的 你說想短期之內改善和中國的關係呢 我看怕都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大家的火已經燒得很旺啊 你說要搞小一點呢 這個都要看回其他盟國的取態 例如美國 但是美國其實就很想 美國那個外交的方向 應該說那個 形式就不會再好像特朗普那樣 叫嘩嘩鬼叫 但是就變得更加謹慎 和會是陰濕於迴 陰濕於迴的方法 雖然是更難搞的 始終都是要看美國會怎麼處理 它會不會 或者都可能會繼續利用澳洲都未定的 還有始終現在這個 一天到澳洲未到大選 那個方向它們都不會變的 就是萬一 因為始終Morrison他那個政黨 都是在過去那一年 支持度都是有增加的 有進彰的 我覺得主要不是因為它對中國 主要是因為它對應對疫情 是OK 給其他國家才能站穩 沒錯 我們這一節就講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回來講其他的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